- 这次嘉一受邀到风源硬八九强先收看 司空特工啦 那整体电影院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 设计的部分也蛮有自己的风格 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 特别分享一下 这次的电影天宜虽然只有四排 但是他们的三四排是沙发椅 可以让你躺着看电影 也算是刷新了我对于小厅的想象 跟嘉一之前介绍的一样 三位主角的演技真的很出色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光是眼神的互动就能够感觉到 空气中有那种电流流过的错觉 由于疫情的关系 许多大片都延后上映 也间接影响到我们进戏院的意愿 但是司空特工带领我们 重回重成本打造的娱乐大片 尤其这部是俄罗斯的电影 也让我们知道 并不是只有好莱坞能够拍出大片 俄罗斯也是能够完成一部商业的大片 剧情不时会有一些重要的桥段穿插 也许一开始你没有注意到 但是后头会将前面所埋的点一次的解开 让你毛色盾开一切都有的答案 只要你用心观察感受电影的脉动 其实你也能够跟家一我一样 在观看电影的时候 同时也在脑中结构剧情的发展 会有影响不到的惊喜哦 大家觉得大片应该要有什么呢? 是不是马上想到哪部电影呢? 没错就是玩命关头 飞车跨国追逐是该系列的最大看头 而失控特工也没有少这两样 让我们可以看得目瞪孔呆刺激不断 以上是嘉义看完失控特工的无雷想法 这部应该是六月最娱乐性质的大片了 如果喜欢飞车追逐与解谜的朋友们 绝对不能错过失控特工哦